还是我们要换一个角色 身体非常疲倦 晚上很累 泡个澡 当个塞子 国民党2020初选证件发表会 韩国瑜塞子论获得认同 网络声量立刻爆充 而号称是最强卖挂的郭台铭 7月1号跟网红一起爬山 也成功收获网络聚焦 至于自称正常轮的朱立伦 凭借着最后一场证件会炮火全开 也冲出至今最高的网络讨论度 我不会个人不为企业 我为全体的民众拼了20年的财经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的好感度调查 郭台铭暂居第一名 韩国瑜紧追赛后 朱立伦排在第三 蓝营2020参选人各自炒热话题 让网络声量持续维持在高档 但反观现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好感度竟然只有第199名 其好评影响力分数仅5.940 在政治人物中 仅高于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与第一名郭台铭和第二名韩国瑜差距很大 我有注意到 在辩论的时候 好像我被提到的机会最多 所以我的声量最大 蔡英文认为自己网络声量最高 可岛内网友显然不这么想 派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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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所以我们做的参考 参考 参考 绝证 参考 参考